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读一章 读一章不行 三章 那你如果还没有开始的话 恐怕你要马上行动才行 如果你的新年的愿望是减重 失败 那你要马上行动才行 那有的愿望是我们可以行动就可以达成的 但也要神来提醒保守 有的愿望确实是需要神的旨意来成就 那我自己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从大的范围来讲 希望俄乌的战争能够停止 还有呢 以色列或巴勒斯坦那边的冲突能够停止 那从教会的层面 那我的愿望 新年的愿景 愿景也是我的祷告 是盼望没有来参加实体的弟兄姊妹 如果身体许可 能回来参加实体聚会 坦白地讲 线上聚会或实体聚会 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氛围不一样 专注度也不一样 这也是许多过去在线上聚会 现在回到实体聚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活经历 所以待会我们还有领圣餐 那更是在线上没有办法体会的 如果你没有在教会拿这个圣餐的话 你恐怕有三年没有领圣餐了 这个纪念祖实际上是一个感恩的心 对我们生命是很有帮助的 那今天我会和弟兄姊妹继续来分享迦来的书 那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 我分享了迦来的书的二章一到第十节的经文 那一段经文记载了使徒保罗去 就是第二次耶路撒冷的行程 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假弟兄 使徒在基督的福音之外添加其他东西 他们认为外邦的信徒除了基督的救恩之爱之外 还要添加遵守或者要遵守摩西的洁净礼 保罗坚决抵制 因为这以福音真道不服 因为在基督的救恩上面不能添加任何的事物 因为那些东西会像包括禅的 禅师一般千丝万脓的禅扰 让你没有办法真正地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 所以一个人要破茧而出 有属灵生命的突破 你需要 我不知道我不问大家记不记得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记得了 有三点 第二点是什么 脱离灵性的捆绑 第二是脱离心理的捆绑 第三是脱离文化的捆绑 这是我上次讲到所分享的 那一个人实际上要有破茧而出 除了上面的一些讲到的 还要以福音为中心 这也是教会要破茧而出 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要突破 必须要以福音为中心 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 破茧而出 以福音为中心 在加拿大书的二章的一节的场景 是在耶路撒冷 当时使徒保罗和巴拉巴 带着未受割离的外邦信徒提多 去访问耶路撒冷 虽然当时有假弟兄 试图试探外邦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 但是保罗没有妥协 他与那些被称为教会注释的 雅各 彼得 约翰 在传福音上面达成了共识 但是在加拿大书的二章 十一到二十一节 那个场景就转到了 安提阿 这个以外邦信徒为主的教会 使徒彼得 在拜访这个教会 拜访的具体时间不是太清楚 很可能是在西里王逼迫教会 彼得逃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 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七节所记载的 我认为很可能是在安提阿教会 拆派保罗和巴拉巴 就是第一次旅行步道之前 因为这一件事情后 教会对福音的本质更为清楚 认识得更为清楚 也成为福音向地级传播的这样一个契机 当时保罗来到了安提阿教会 他与外邦的信徒一同吃饭 用行动表明福音 是可以突破种族的翻例 让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的 在一起团契 一起用餐 那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来一起读一下 我来读白颜色的 弟兄怎么来读黄颜色的 加赖书二章十一节 后来激发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打他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拉巴也随火装甲 行得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 所以外邦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 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所以当时使徒彼得到到安提阿后 他发觉 那些犹太的基督徒 他们已经不再遵守 他们自己的隐私条例了 他们和外邦的信徒 在一起用餐团契 所以基督徒用餐团契 不是我们的发明 你看当时的初代教会就这样 所以显然福音 已经在安提阿教会 消除了那种种族之间的 那种文化的翻例 熟悉圣经 特别是《使徒行传》的 弟兄怎么也知道 在《使徒行传》 十一章记载了一件事情 就当时彼得 他在那个削皮匠 就是西门的家里面 他得到一个神的 给他的意向 向外邦人传主因的意向 就是说在饮食上 在食物上 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分别 连续三次 所以这时候 彼得也根据神 给他的这个意向领受 他也开始活着一些外邦人 一起才吃饭 我相信已经这样的事情 这样子一起吃饭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所以已成为犹太人 或外邦人在基督里面 合一的美好的见证 但是 随着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 经文里面讲 这一切开始改变 这些人对彼得的做法 非常地惊讶 经文说 这些人从雅各那里来的 但这并不表示 他们是代表雅各 因为我们知道 从上面 就二章的一到第十节 那些称为教会注食的 雅各彼得 约翰刚刚才接受了 未受割礼的提多 而且也同意 割礼并不能使人洁净 尽管如此 彼得还是因为他们的出现 感到压力 逐渐地退去 逐渐地退去 外邦人隔开了 那个退去 那个字的原文的 那个时代 就是渐渐地退去 渐渐地离开 很可能是一天三餐 我先减少一餐 再减少两餐 当然有可能 他还是和他们在一起吃饭 但是却选择 和犹太的基督徒坐在一起 但不管怎么样 合一的教会 因着这些人 而重新竖取了种族的翻例 教会处于分裂的危险中 因为彼得的做法 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行动 在教导 基督的身体 基督可以分成两个身体 一个是外邦人的身体 一个是犹太人的身体 那彼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难道是他对福音认识不清楚吗 我相信不是 仅仅是处于惧怕 怕那些奉割离的人 我们知道彼得在 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那个百夫长割离牛的时候 以后 他也曾经受到 这些受割离的人的刁难 他当时勇敢地站在 耶路撒冷众领袖面前 自我来分数 这是记载在 《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他当然知道 割离是一种文化的礼仪 并不能使人捷径 然而这一次 他在这些奉割离的人面前 他就妥协了 这些奉割离的人 他们不但曾经逼迫过保罗 他现在又逼迫彼得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不依不饶地 逼迫追逐迫害他们的人呢 虽然这些人并不否认 得救需要信基督 但是他们还加上自己的善行 对他们来讲 福音是什么 信基督 有好行为 然后才是得救 那保罗实际上已经在 加拿大书的一章七节说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是有些人教导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那神所启示的福音是 信基督得救有好行为 那以赴福福书的二章八节 讲到唯独信靠信耶稣 菲利比书的一章二十七节 讲到得救或我们的行为举止 与福音相称 都是讲到这一点 所以一个人当他不以福音为中心 他可能有两种结果 第一 他会活在巨发中 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 你每天都能够达到 律法的要求 都是爱人如己 另外到另外一个局端 就是让你有属能的优越感 你会把那些 所以你认为没有达到你的道德 律法的要求的人 当作你的敌人 使你成为一个逼迫者 保罗在没有信靠 没有得到福音 信靠基督没有得到福音之前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今天教会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 但是保罗他在真道上不妥协 他甚至当面的抵挡 为什么呢 因为彼得的过错 导致了那些犹太的基督徒的跌倒 他必须要公开的来抵挡 因为偏离福音 教会不会真正的增长 一个人的生命也不可能破茧而出 经文中说 甚至巴拉巴也随着装甲 随火装甲 甚至这个连接词实上表达了 保罗对巴拉巴的跌倒的惊讶 因为你知道巴拉巴是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外邦人的集聚地 居比路 就是今天的塞浦路师 而且他和保罗一起参与了 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施工 上安提亚教会 他对安提亚教会的建造 教会的建造和帮助非常大 是他把保罗 那时候还叫扫罗 从大树找回来到安提亚的 所以巴拉巴的妥协 一定是面对巨大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巴拉巴的妥协 不只是因为压力 还与他的性格 个性有关 我们知道巴拉巴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劝慰主 劝慰主就是安慰者的意思 一个会安慰人的人 一定是个温柔 蛮有同情心的人 但是通常温柔的人会怎么样呢 容易在真道上 在真理上妥协 我想到我们的耶稣 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记载了主耶稣 使拉撒路复活的故事 大家非常熟悉 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 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几天了 三天 四天了 犹太人的四天是死透了 所以已经死透了 所以当他的姐姐去迎接耶稣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因为马大说的不对 至于耶稣马上纠正他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你难道不信吗 但紧急上 马利亚也来了 他说了完全一样的话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的反应是什么 大家记得吗 圣经上记载 耶稣哭了 那为什么同样的一句话 耶稣有不同的反应呢 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 他既有真理 也有慈爱 恩慈怜悯 我们却很难在 恩典慈爱与真理之间平衡 如果你是一个温柔的人 你像巴拉巴 站在坚持真理上 很可能会胆小妥协 但是福音可以帮助你 改变你 给你勇气来持守真理 像保罗一样 不妥协 但如果你是一个像保罗那样的人 坚持真理 但很可能你需要学习像巴拉巴 像保罗 所以我们每个人 不可能像耶稣那样的完全 但是福音可以给我们 勇气不惧怕 福音也可以跟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温柔地 善待他人 在我们婚姻生活中也是同样的 我们有的 我们夫妻 丈夫 有的像巴拉巴 有的像保罗 你觉得你在婚姻生活中像巴拉巴的情举手 要他自己举手 不然你认为的话是最准确的 觉得你像保罗的情举手 没有人举手 但我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唯有我们效法基督 看别人比自己强 才能在福音里面合而为一 有像主一样的生命 我们的婚姻生活才能够破茧而出 教会同样如此 教会也需要有人像巴拉巴 也需要有人像保罗 但唯有效法基督 以福音为中心 才能有合一的教会 信徒才有基督丰满的生命 虽然我们很可能非常困难 既像巴拉巴又像保罗 但是只要我们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 当我们以福音为中心 这种不同很可能成为我们生命成长 变得更像基督的一个助力 更像基督的助力 那保罗对彼得以及巴拉巴 还有那些犹太基督徒的指责是 他们行得不正 以福音的真理不合 那行得不正这个原文就是 好像福音是一条线 你没有走在这个线上 你可能认为我都信主二三十年了 怎么还可能偏离呢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上一次讲道也提过 福音不是我们信仰的ABC 是从A到Z 我们的一生都需要福音 不断地来更正我们 矫正我们 更新改变我们 福音是我们信仰的全部 也期盼加勒大书中的福音的信息 给我们带来帮助 让我们以福音为中心 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 制造基督徒的本质为好 让我们能够靠着福音 活出福音的大人 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就以福音为中心 认清基督徒的本质 那在二章十五节 这个地方说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信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学气的 没有一人因信律法称义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人就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服不是 我述来所拆毁的 若重新建造 这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德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要行的正不偏利 就要回到福音的这些核心的价值上面 认清做基督徒的本质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教会已经建立 说的教会已经建立 差不多将近二十年 这些偏利的人可不是一半的信徒 彼得巴拉巴就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 我们也很可能偏利福音的 福音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处在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来反省 看我们是否有偏利 那在二章的十五到十八节 还有二十一节 是保罗对彼得巴拉巴 以及当时那些在场的装甲 装甲的那些犹太信徒的讲论 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加太的书里面 定义了什么是福音 他用了一些特别的神学的术语 比如说称义 在十五到十七节里面出现了五次 还有二十一节的义 所以要知道什么是福音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术语 我们当中还有 不管是线上线下 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 在你拒绝福音之前 也需要了解什么是你拒绝的福音 一个人不应该拒绝他不知道的东西 那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 愿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们不偏离福音 那在我们讨论这个称义之前 我想来和大家一起看看 什么是圣经中的义 什么是圣经中的义 圣经中的义不是善行 而指的是一种关系 当亚当夏娃 想要自己来掌控这个世界 被造物要把自己当作造主的时候 他们破坏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创造的美好 创造的那种完美的关系 因此你们看见 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就破坏了 夫妻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 以自己的关系也破坏了 本来看为美好的身体 现在看为羞耻 当然最主要是 以神的关系破坏了 这就偏离了神创造人的初衷 所以人离开神后 你可以看见人的医生 都在为了恢复这种关系 在挣扎 来挣扎 速度靠自己的努力 来使自己变得完美 被他人接受 被他人认可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 当你年纪到退休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所有的认知的窄点都没有了 那孩子呢 会努力地让自己被父母认可 那有宗教背景的人呢 却是通过行善 以宗教的礼仪来寻求神的认可 保罗过去是这样的人 直到他在去大马四格的路上 去迫害基督的路上 他与复活的主相遇 他知道了福音 才明白靠自己的善行 他完全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 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逼迫者 成为与基督为敌的人 以人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破坏 实际上是与神关系破坏的结果 从十五到十七节当中 出现了好几个我们 这个我们不是一般的称呼 好像包括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我们 这个我们特定的指的就是 保罗自己 以及彼得巴拉巴 或当时他正在讲论的那些 犹太基督徒 那第一句话说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这个实际上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看法 彼得不见得这时候 他同意这种看法 但他的行为却支持了这种看法 那四六节呢 是加拿大书当中 福音真理的一个核心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而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学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 那保罗在地方用的称义 是一个法律的用语 称义的不是要改变 我们过去行为的记录 我小的时候 有一次在家里面 有些小孩子在我们家里面玩 玩的时候不小心 就把家里面的热水瓶打破了 哇啦 我非常紧张 因为在那个年代 打破一个热水瓶 都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很贵 没有这么高的工资 你买东西不容易 所以你很麻烦的 我很紧张 父母一回来过后 就开始骂我 看见热水瓶打破了 开始骂我 我马上解释 不是我打破了 是小朋友打破了 我解释了过 他们当然改变了看法 但是并没有改变 那个热水瓶被打破的事实 所以称义不是改变 我们过去行为的记录 也不是把一个所谓的坏人 马上改变成一个好人 不是的 称义改变了什么呢 改变神对我们的看法 神对我们的看法 当然这个改变 不是因为我的善行 是因为我信靠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 我讲到这里 我想问大家一句话 如果有人问你 什么是基督徒啊 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 什么是基督徒 你怎么回答 结束过洗礼的 小基督 也对 小基督 结束过洗礼的 或者小基督 或者是有好的行为 还是个好人 柔和谦卑的人 这些实际上是 信基督的一个结果 是信基督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回答 基督徒 是信高 主基督的人 这没有错 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是什么呢 十七节的经文 就各出了答案 十七节里面说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人就是罪人 难道基督 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服不是 记得刚才我们讲 那个我们 指的是保罗自己 彼得 巴拉巴 那些已经重生的信徒 就他们已经在基督里面称义了 所以这个地方说 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怎么来解释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 尽管我们可慕 唯独靠基督称义 我们却人是罪人 基督不过是 把我们的罪孝 我们显明罢了 他绝不会赞同我们犯罪 这就是基督徒的本质 马丁路德对这句话 有个非常清楚的诠释 非常容易记 他说基督徒既是被称义的人 同时也是罪人 那在第十八节 保罗非常有智慧地 把人称代识从我们改为我 因为他在用自己的见证 来进一步诠释福音 同时以减轻 因为这是公开的 减轻代格彼得的压力 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 这句话 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 若重新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他好像是在说 如果我像你们那样统协 就会显著自相矛盾来 当我按照外邦人的生活方式 生活的时候 我实际上拆毁了 按照预罚撤意的方法 但是当我又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 来生活的时候 他说我这撤毁了 借着恩典而得的救赎 他说这是行得不正 那这个地方犯罪的人 这句话 这个原文 peripetence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约了界限 我偏你的正路 它和十七节那个罪 不是同样一个词 就是行得不正的意思 行得正就是以福音为中心 就是以福音为中心 那在福音的 如果右边是律法主义 如果是律法主义 就是那些奉歌里的人 他们并不反对得救要信基督 但是他们添加了其他的事物 在加害书中 就是那些洁净的礼仪 如果这个福音为中心的 右边是律法主义的话 左边就是相对主义 那这些人可能只接受神是爱 神爱是的 但是全不接受神会愤怒 会审判 会有地狱的存在 那当然最左边的话 就变得无神 就完全不相信神了 那当一个人 站在左边的时候 他会认为福音太苛刻了 神不是爱吗 怎么你讲到神会有审判 有地狱呢 那站在右边的人呢 他会觉得福音太容易了 什么就成为神的儿女 他觉得福音太容易了 但是无论你站在右边 还是左边 当一个人不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 你都不可能经历福音改变生命的能力 绝对不可能 我们再来看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在十九节那边说 我因律法 因为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生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保罗本来是一个法利塞人 他非常努力地遵守律法的要求 在他与复活的主相遇 接受福音之前 他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 来活得义 来避免犯罪 保罗实际上是在试图成为自己的救主 他一切的善行都是为了自己 有一位解经家说得非常好 他说当一个人 靠自己的努力来逃避罪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逃避神 我再说一遍 当一个人如果靠着自己的努力 来逃避罪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逃避神 因为他要把自己当作自己的救主 像律法死就是不再靠自己来 称义以神和好 而是单单地依靠基督 唯独基督 二十节的经文 你初初读起来 看起来好点有点矛盾 保罗先是说 现在活着的不是我 然后又说 我如今在肉生活着 如今就是现在 到底是活着是我 还是不是我呢 读起来好像有点矛盾 前者就上半段 好像是说 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sit back relax 让在我里面的基督来做 那后面半段的就是我要拼命地努力 像基督一样为他而活 当然这句话如果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的确可以这样解释的 但把它放在一起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那怎么来解释呢 如何解释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这句话 实际上是从天父的视角来看我 天父看我就像看在实际上的基督一样 完全地谦卑 顺服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天父看我就像看复活的主一样 完全地圣洁 荣美 有能力 有智慧 我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天父对我的看法 因为天父看我就像看他的爱子 耶稣一样 而下半段 并且我如今在肉生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那这个是从一个重生得救的 我的角度来看自己 我不再靠自己努力挣扎 来获取意义 来靠改变神的看法 但我不会忘记 爱我的主 宁愿放弃他从哥的地位和身份 爱我的主宁愿放弃整个世界 他都不愿意放弃我 主宁愿放弃自己的性命 也要拯救我 也要救赎我 如果我今天 我仍然抱怨 苦毒 恐惧 我带着这样的态度来侍奉他 我说我不愿意来敬拜他 亲近他 感谢他 我就忘记了爱我的主 当我忘记这一点的时候 我也忘记我在基督里面 已经完全地圣洁了 已经完全地荣美了 我仍然要靠自己来 使自己圣洁 我要靠自己 用其他的东西来满足自己 靠自己的努力来称义 但是当我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 我记到我既已经被称义 同时又是罪人 我就能够行得正福音 也一定会来更新改变我的生命 当然以福音为中心 不是一个理论 它能帮助我们来经历福音的大人 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自我价值 我们知道自我价值 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一个对自我价值认识不清的人 他或者是过分的 或者没有自信 或者会非常骄傲 所以当我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 我的自信 有时候成为我的夸口 我骄傲 因为我忘记了 我还是一个罪人 但是如果我忘记 我已经得了恩典 我已经被称义以神和好了 我不再需要在基督以外添加任何的事物 当我忘记的时候 我的谦卑 有时候会变成什么 自年 变成自年 实际上当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 我发现了 我自己常常会 骗到左边 骄傲夸口 我会骗到右边 自年 所以只有当一个人 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既是被称义的罪人 也是 已经称义以神和好了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罪人 这样才能实力 同时具有自信和谦卑 这是非常独特的 这是任何事上其他的宗教 不能给我们带来的 也是再高的心理的那种技能 都不给你带来这个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讲 我们要常常用福音来矫正我们自己 来反省 因为福音不是ABC 福音是从A到Z 以福音为中心 我们就能够走在神 那个真道上面 福音也能够更新 改变我们的生命 如果今天你信主很多年 你觉得我越信越没有信心 越信越失望 很可能你没有站在福音上面 你或者站在右边 你或者站在左边 另外一个例子 苦难 这让我们人生有许多的困境 当我面对苦难的时候 作为一个律法主义者 你很可能会像 约本那些朋友一样 来指责约博 他的朋友指责约博 你受这么多苦 一定有犯罪 那你一定会自责 是我努力不够吗 我是不是犯罪得罪的神 你不可能有平安 你会自责去沮丧 但是作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呢 你会像岳伯的妻子一样 劝他 你离开神 咒诅神吧 所以你会什么呢 你会去咒诅神 离开神 所以当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的时候 面对苦难 你会恨你自己 但是当你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的时候 面对苦难 你会什么样 你会恨神 所以只有当你以福音为中心 你受苦的时候 你不会咒诅神 离弃神 因为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神也从来没有应许过 世上没有苦难 而且神 不欠你任何的东西 同时你知道 你已经蒙恩被称义了 所以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整的 祂为你付的代价是完全的 你不需要 再在这个上面添加任何东西 你的受苦和救赎 有一点关系 因为救赎是完全的 基督已经为祂自己的生命 为你付了暑假 你不用受苦来为罪来付暑假 所以你的苦难 会使你更加的体会 主在十字下当中的受苦 因为基督的受苦 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能有过尽前的生命 神又会介绍自己的受苦 使我有一个尽前的生命 使我自己的受苦 让我有一个尽前的生命 让我的受苦 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 这也是万事互相效力 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道理 第三点 人际关系 所以 如果在人际关系当中 如果有人伤害了你 通常有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是什么呢 报复对方 另外就是什么呢 退让 自己舔自己的伤口 陷入那种自怜当中 当然 报复会让你感觉得很爽 但会给对方带来伤害 但是 退让呢 你是 让那个伤害你的一方 感到很爽 但是你自己呢 非常难过 甚至精神上都陷入一种不健康 但圣经教导我们要老术 圣经教导我们要有公平公义 所以因此 只有当你 认识到你还是一个罪人 以及足够的虚极谦卑 所以你能够饶恕 你能够饶恕别人 而且只有坚信你是神所爱的 才能使你有足够的自信 不惧怕 面对伤害你的人 如果你不知道 你绝对是一个罪人 也绝对是一个神所爱的人 你不可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的 你可能会讲真理 却没有爱 你可能会只讲爱 却没有真理 所以当一个人 讲真理没有爱的时候 他讲的不是真理 但一个人 讲爱却没有真理 那也不是真正的爱 上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 迪文怎么可以回去 以福音为中心 你还思想在你生命中 一些遭遇经历 不要只服役表情 而是用福音来分析 看我是否站在福音的中心 没有偏在右边 也没有偏在左边 那不管那件事情是好 是坏 一定会成为 神在你生命中的祝福 就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浓美 能够见证住 永远住 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谢恩 这是可以说是个命令语气 在《铁塔罗律家》前书第五章里面 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吗 如果是责任的话 也一定会变成一个形式 绝对不是责任 而是一个生命更新的动力 只有当你深知 你因着基督的宝血已经称义 同时你也是一个罪人 你以福音为中心 你才不会忘记爱你 为你舍命的主 我马上会掰饼纪念主 愿那位宁愿放弃整个世界 也不愿放弃你的主 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也要救赎你的主 激励你 跟随他 敬拜他 凶要他 源氏 在词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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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